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線上的影像處理 其實APP其實也很多 對不對 我可以問一下老師 請問你有沒有用過那個 就是APP的或者是雲端的那種 影像處理的服務 有沒有特別用過 你都沒有下載過那個一些什麼 美圖秀秀啊 有很多這種就是修圖的那種 程式很多那我現在介紹這兩個是雲端的 反正你手機也可以用 電腦也可以用 所以現在慢慢因為在影像處理部分算是 就是成熟度算雲端應用算比較高的 而且檔案也相對比較小 那麼您進來這邊之後呢 都是中文的這兩個都有中文 第一個是修片的部分 修片的部分比如說你要剪裁啦不夠量啊 或者是哪些 要加馬賽克的 都可以你就直接點進去 我打開到新分頁好了 修片 他現在有一個新版本這個英文的但是 沒關係齁進來一下 這樣OK嗎 所以你就把你的照片傳上去就好了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我們現在找了這一張之後您看一下齁 在這邊那如果說你有需要做剪裁 有沒有 這裡就有了那你可以 自行調整 這樣這個應該是最簡單的 修圖的部分 大致上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包括像什麼顏色啦 尺寸的調整 這都OK 那麼你往下走 他就有一些像是一些 特效啦 你就可以 直接加進去他都這邊都有預覽 這邊都有預覽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套用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那甚至呢你要加個文字進去都OK 那麼做好了之後就可以直接把它保存下來在右上角這裡 就可以直接把它保存下來 等於你要 以前是這些一定要有所謂的 修圖的軟體才可以用嘛現在就是在雲端 那這些功能其實都還好如果說你今天 想要做 這個 拼照片的 這個就不用了你可以把多張照片有沒有很快就可以拼成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把範本選好就好 就這樣而已 比如說你要經典的拼圖 那你就把你的照片準備好啊你要看怎麼拼 然後就下面進來就解決了 那麼 設計也很簡單 設計 所以以後 比如說你要做海報設計 要做DM的設計 就來這邊挑一挑啊我要做一個海報 要跟他類似的你就點一下 有沒有很多海報的範本跑出來了 因為這些尺寸都夠大 所以適合你就直接拿去用 你知道為什麼我那個標題要下這個了吧 準備跟他說拜拜 我只說準備而已我沒有說 正式分手 也就是說其實還有部分功能是沒有完全達到但是 大部分功能已經差不多了你可以準備一下 所以其實其他的那幾個都是 另外一個服務也是這樣子 因為 我之前有一個講題就是 用這個 我就介紹比較多的APP跟這個雲端服務 你就會發現說不管是照片的還是影片的 現在都慢慢成熟 慢慢成熟之後以後雲端應用會快很多 就 以後就屬於付費時代這樣子 跟我們現在用手機一樣 沒有買手機 沒有什麼了不起 因為 你不付那個 月費 有手機也沒什麼用 就是不會通 就以後都是以服務為導向 今天你不租了就什麼都不能用 這是跟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今天 時間就差不多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感覺有點快 拍謝拍謝 因為我想說今天都是以雲端服務為主 我盡量有稍微介紹一下 不過各位應該 今天這樣的話有沒有發現 即使我們以Google的服務為主 其實還是有就可以完蠻多的 最主要是您可以稍微用看看 好稍微用看看哪一個你覺得 比較好 比較 您教學上就可以用到或 工作上就可以用到的就可以嘗試看看 像我們剛剛 第一個提到的 相簿有沒有 那個就是我們生活上就很好的一個幫手 這樣老師還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classroom可以介紹一下 喔classroom 好 不過那個要比較久一點 沒關係 我們 我們那個 這個學習我們中正 那個什麼 TA的那個研習 我有一個講題是 寫作平台 像這個地方 舊的協作平台是長這樣子 這是舊的 那最近有推出一個新的 也就新的舊的這個版本就是 你如果在哪裡 在行動裝置上看 就比較 沒那麼好看 好那 但是他一樣 都是一樣的功能啦 就是包括你可以把一些影片啊 都放進去 所以我的課程 基本上都是公開的 就我的上課錄影片都在上面 好那 新版本呢 他的好處就是 適應就是 行動裝置 也OK 也都很OK 所以你看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把這個頁面縮小一點 他會自動調整 有沒有發現畫面自動在調整 對不對 就是相對來說他比較適合行動裝置上看 那我們 這個學期 TA的那個研習部分 我們就是會介紹新版的 因為以往我在學校這邊我有介紹舊版本 只是他未來應該一兩年之內舊版本可能會退出啦 因為畢竟現在 在比較強調就是你要在 就是能夠適應不同的裝置 比較方便 因為這個部分呢 其實對老師有時候要做成果 或者跟同學共用 因為其實講叫協作平台 跟我們那個Google文件都是同樣道理 就是給共同編輯 這是他最大好處 就是我也可以隨時還原到舊版本 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萬一改錯了怎麼辦 這樣子 老師那你那個聯繫在什麼時候 好像是第三場 要偷看一下才知道 就是叫發中心 對對對 在這邊 在你到我部落格上 你可以在左手邊這裡 可以到 這裡來 有沒有延期用的協作平台 我有一個中正的 我歷年的那個都在這裡 所以今年的是19號 不好意思 這也是星光班 我偶爾會開星光班 我有用紅字標起來 有沒有 偶爾啦 因為有時候方便就在校同學 這樣 所以 有兩場 另外一場是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就是錄影的部分 您可以做參考 不過沒關係 我原則上都會錄影 所以如果不方便就 關注一下幫我們訂閱一下YouTube頻道 還是你到我們家這裡有沒有 你到我這裡 在左手邊這邊也可以透過訂閱的 那我有新的部落格文章 你就會接收收到那個email通知 這樣也可以 好吧那老師還沒有其他問題 OK 那就不耽誤大家用餐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